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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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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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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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还真是不无道理啊 自从政府迁都重庆 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我确实也应该春风得意一次了 谢谢诸位 为国家消除了一大祸害 为民族除掉了头号汉奸 在这里我仅代表蒋委员长敬大家一杯 来 喂 是沈先生吗 嗯 我是啊 昨天晚上河内的事情各家知道吗 我已经知道了 恐怕各家只知道一般吧 你什么意思 因为你们杀错了人了 你说什么 我刚才体验看了 被杀的不是王 而是他的秘书 曾中明 周明啊 来来来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就住在我这个大房间宽敞一些 主席 这怎么好意思呢 四哥不用了 小别圣心昏 如今在这乱世 能在异国他乡见上一面实属不易啊 别争了 那谢谢四哥了 太谢谢四哥了 不用不用 你们先吃饭吧 来 走 秦王那真是命大 明国二十四年 孙凤明在南京袭击他 年中三大 可他呢 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这回 曾中明又成了他的替死鬼 不过 说来也太奇怪了 怎么偏偏在我们要动手的时候 姓汪的突然调换了房间呢 这世上 难道真有这么巧的事情 老板 世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认为 这里头一定有问题 你们全都下去了 你全都发生了 tal 说来 老板 却你没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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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和我们组织内部 出了问题 昨天晚上 郡统在河内 对汪廷卫动手了 姓汪的现在怎么样 我不是说过吗 姓汪的命大 结果是 他的秘书 曾仲明成了他的替死鬼 这个结局 比我们想象的 要好得多啊 将军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上回我不是跟你说 按兵不动吗 这回还是四个字 隐而不发 可是现在 汪精卫特别需要 我们的元首啊 放心吧 邱子小姐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王精卫 就该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了 貅 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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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世 有王先生 教室 有你 我 我没有什么 不放心 你得杀我 你得挺住我 周明 周明 四哥 周明 是四哥害了你 周明 我先走不来了 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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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周明 周明 你不能就这样丢下我 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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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周明 汪先生 汪先生 您得尽早拿个主意才是啊 租一条法国船 我们离开这里 法国船 马上通知日本方面 让他们火速派船 到宫海上接应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将军 您要不要上楼休息一会儿 我是担心夜长梦多 如果是好梦 你还会嫌得长吗 报告 进来 将军 将军 您真是料事如神啊 立即联系英左机关长 火速赶往河内 把汪精卫一行 安全地接回上海 是 是 此次行动 事关帝国大业 必须挑选能胜 马上与灵少爷联系 让他随英左机关长 一同前往 将军 让他去何事呢 养兵千日 永在一时啊 小姐 你还记得前几天 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我们既然苦心 打造了一个陵佩东 自然就不仅仅 因为一个唐少爷 这么说 陵佩东 还真的另有用场了 中国 还有一句著名的成语 我记得您当时跟我说 一箭双丢 是啊 正是当初唐少爷的死 才促成了今日汪精卫的生呢 但是仅仅依靠一个汪精卫 还不能足以挫败重庆政府 对日作战的决心 因此 当初大本营 在制定汪工作的同时 任由本元征四郎将军 主持制定了一个蓝色计划 这只是一个俗称啊 因为计划 存放在一支蓝色的档案带里 这个计划的核心 便是争取策反云南王龙云 把他手下的第一集团军 从长沙前线撤回 聚守昆明 以便和从缅甸西进的帝国军队相呼应 彻底打乱蒋介石的阵教 可是将军 这与林佩东 又有什么关系啊 小姐有所不知啊 出身于云南蒋武堂的陵梅村 是龙云的靶兄弟 和滇军的许多高级将领 都很有交情 这个时候 让他的儿子去迎接汪精卫 从某种意义上 似乎也表明龙云的一种态度 哪位啊 请问林佩东先生在吗 您稍等啊 少爷 有您的电话 什么人 一个男的 您忙去吧 喂 你好 林少爷 怎么回事 先生想让你出一趟远门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在老地方等你 知道了 哥 你这是 一个外地的老搭友结婚 非让我去喝喜酒 外地的 對 杭州的 不能推了嗎 這個時候你最好別出門 都是出生入死的戰友 人家結婚大事 實在是不好推辭 我倒希望看見 有一天 人家能來參加你的婚禮 大家閉嘴 配友 有句話 我一直想跟你說 可就怕你接受不了 我知道 你不說我也知道 那天晚上 我們不都已經看見了嗎 梅兰 爱的不是我 孙一乔 喜欢的也不是你 可他 为什么要骗我呢 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这么说曹瀚是上个月十五号离开上海的 对上个月十五号 在家俩好久没能在一块吃饭 今天能不谈别的吗 你今天没开车吧 没有 那你可以多喝点 爸我来吧 来 曹瀚是上个月十五号离开上海的 没错 上个月十五号 他乘飞机先去了广州 然后去了香港 这就对了 第二天 戴笠就从重庆飞到了香港 意在遥控指挥刺杀汪精卫 戴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胡家胡为罢了 汪精卫去年年底逃到河内 老蒋先是劝他回来 后来还派人送去一大笔钱 王精卫不但不领情 反而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宴殿 截老蒋的短 你说老蒋能罢首吗 那这事能成吗 我看戴笠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呢 只要军统的枪一响 王精卫的腿就会毫不犹豫地迈向日本人 对于王精卫这个人 这一步他是迟早要卖的 这样一来形势就不好了 日本人肯定是要不遗余力地扶持王精卫的伪政权 一批人也会随之靠过去啊 等老蒋回来不就清楚了 这段时间你不会离开上海吧 暂时不会 那我这边呢 来喝 你这边还像原来说的那样 盯住那个林佩东 此人的一言一行 都不能马虎 我知道 徐先生 您的电话 我去一下 请问哪位 是徐先生 潘老板 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重庆的沈先生这次去香港 就是为了那一大笔买卖 可惜他失手了 你得抓紧时间去咱们看一看 你得抓紧时间去咱们看一看 带立在河内失手了 失手了 啊 眼下日本人正在极力营救汪精卫来上海 看来汪卫政权已经成为事实 我得马上去赶火车出他远门 这么急啊 记着 不要脱离你的岗位 保持和曹汉的联系 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嗯 那我就先走了 帐务已经接过了 爸 我回去开车送你去吧 不用了 不要对任何人暴露我们的关系 徐先生 天黑路上小心点 放心吧 pacific 就消码了 石头 有才会赖鞋 就是环露 治疑员 consent 你不见无象 他失败的乌云 未来 鈴鹏 Clay 快留言 找少爺的 男的女的 男的 说是少爺的一个朋友 明天要结婚 请他喝喜酒去 少爺答应了 答应了 刚走 他走了 走了 说是明天婚礼举行 在杭州 所以就 孙一乔 上来一下 小姐 我来了 茶壶里有茶 自己倒 我还正好有点渴了呢 刚才外面喝了点酒 该喝酒了 小姐 您这话什么意思 小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 你这几天一直都在喝咖啡呢 小姐 你的话我听不懂 你还在装糊涂 我干嘛要装啊 环境优雅 音乐迷人 喝着咖啡 四目相对 好一个罗曼提克呀 我 不认识 我明白了 今儿那天晚上我们 你别再说了 你和梅兰频频约会 可我却为了你 跑遍了几条街 去给你挑一件满意的陈衣 小姐 我是傻 可是 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哎呀 哎呀 怎么了 哦 小姐帮我买的叫陈衣 哎呀 真漂亮 小姐还挺有眼力的 是 有眼力 没事吧 您忙吧 您去忙吧 真没事 别吵了 您能让我说几句吗 您能让我说几句吗 那天晚上我在街上 是无意中遇到梅兰的 信不信有你 不错 我们是在街上 是走进了附近的 星光咖啡馆 但是那儿 没有你想象中的 罗曼提克 只有血腥的回忆 因为就在几个月以前 梅兰的父亲 租界法院的首席检察官 梅以轩 在附近被人谋杀 连中两刀 当时她是保在我的怀里 看着我的眼睛去世的 一手 一手 最后 puzzles 其他犯罪 绝 人不犯罪 这告诉有什么 不行 这不犯罪 小姐 我到唐公馆 是来做一个保镖的 可是我要保护的人 在梅先生遇害不久 也被人谋杀了 就在我的眼前 惨不忍睹 你说在这个时候 这两个人在一起 还有心情去谈情说爱吗 林小姐 您是一个好姑娘 你对我孙一乔的好 我从来不敢忘记 你还记得当初 我接你回来的时候 你跟我说的话 你说我这个人漂泊不定 你还问我 明天怎么办 那明天怎么办 干我们这行的 从来就不去想明天 上帝啊 你这个样子 将来哪个姑娘 敢嫁给你啊 其实这年头 一个人过我倒也简单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三年前 我因为一项特殊的任务 远走东京 从此和梅兰 天隔一方 音信两断 三年后我又回来了 可一切都已经时过境迁 无视全非 没办法呀 这是命 我孙一乔的命 一个人命中注定的 往往是难以改变的 1939年4月25日 汪精卫利用租借的法国商船 方弗林哈峰号 离开了安南西贡 几天后 终于爬上了上海日特机关 前来接应他的北光丸 跟别篇中火 旦取代理 防决 2038年初 开人 τ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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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路上也没见你说话 想什么心事呢 我可能是有点晕船吧 去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 在香港那边 水土不服 你这姑娘啊 就是心事重 前老板 车在那边 好 把梅小姐的东西 一起去 好 不用了 我想先回报社 把焦卷处理一下 那也好 回去到我那喝茶 好 走吧 好 您现在就去见梅先生吗 对 一个熟悉检察官 居然要和我探讨人的记忆力的问题 你难道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是吗 佩东 梅兰 你这是 一个外地朋友结婚 非得让我去喝喜酒 天色并不好 你怎么还戴着墨镜啊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走吧 咱们找个地方聊吧 是吧 好好好 好 笑愿 滚 小人 是吧 不得把把我来 刘晓几次 是吧 好的 我们去把事情都撒得了吧 这次 出去的时间不短了 我想借机出去散散心 好 那这杯送我给你接风洗尘 我不想喝 我去报社找过你 他们都不知道你去了哪 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上海这个地方 是我的伤心地 理解 要不这样 你考虑跟我去重庆好不好 也许换个环境还能换个心情 这个问题 我已经回答过你了 还是因为 放不下你父亲的案子 你觉得我应该放下吗 可看你这样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知道 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就在这一点上 我就比不上孙一桥 我甚至觉得 你甚至觉得什么 我觉得你不信任我 我们不要在这个场合 谈这个问题好吗 我希望你都会拼解 我心里不肯定连赋 我永远都会拼解 我曾经常紧 我俩都会拼解 我如今 我若阿鸟 你让你拼解 我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你别怪我 我怎么能怪你呢 其实这些事情 就像一块石头一样 也一直压在我心上 你还记得这儿吗 这儿怎么了 你忘了 忘了 你想说什么 去年你从武汉回来 就是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怎么了 那天晚上 我们就在这儿见了面呢 你怎么连这个也忘了 你看我这脑子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脑子 你是说 我父亲他们在电话里 交谈记忆力的问题 是的 就是这个问题 佩东 你别这样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少爷 你回来了 这么巧 妈 真巧啊 那正好 你先送梅小姐回去吧 不用了 梅小姐上车吧 走吧 我不走了 佩东 给 对 林残貌 怎么几日不见 就下成这个样子吗 我 我可能暴了 暴了 是不是很疲惫 是 你先拿个盹吧 到了我叫你 你先拿个盹吧 你先拿个盹號 你先拿盹號 我的盹號 你先拿到盹號 你再拿 кап姨 坐下 你先拿到盹號 連盹號 也不在盹號 你先拿到盹號 你必須合作 但是你還要 有这样的恋人吗 这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 几分钟之后 他就中弹受伤了 他怎么可能不记得那个地方呢 按理他应该会记得 可他毕竟是受了刺激 那他为什么对以前的事情 记得那么清楚 你让我怎么相信他 他不可能再信任我了 我担心的事情 最终还是发生了 别紧张 也许 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怎么叫严重 真等到严重的时候 一切都完了 林佩东是改不了的左撇子 可就在刚才 我把眼镜扔给他的时候 他却用右手接过 你不觉得这很反常吗 可平常在家里 他一直用的是左手 可是为什么 在本能反应上却不是呢 这个 也不能算是有利的证据 一瞧 这次我去香港 找到了凯瑟琳大夫 他怎么说 他告诉我 爸爸在星光咖啡馆 约见欧文大夫 是向他讨论 人的记忆力的问题 林佩东一年前 只见过我父亲一面 爸 他是林佩东 林先生好 后来 林佩东 却在医院里 一眼就认出了我父亲 没错 当时我也在这儿 梅先生也来了 梅文大夫 你还认识我 我们见过 对对对 是见过 我想 爸爸一定想在了我们前面 自从梅乙轩被我除掉 梅兰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交叉 你说 他能轻易放过我吗 不要慌 仅此一点 梅兰还不至于怀疑 你不是林佩东 她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不行 你得赶快想个办法 否则这出戏 我是演不下去了 最好的办法 就是杀了他 可是土肥颜将军 一再嘱咐我们 不到紧急关头 与你这位灵少爷有关的人 不能再出纰漏 一面打草惊蛇 现在难道还不是危机关头吗 黄昏收起了翅膀 无垠扎笔了忧伤 谁的手在夜空中 把一只沉睡的钟敲响 风雨挤湿了一声 跟路模糊了泪光 谁的手在夜空中 把人世间的心酸掩藏 把肩多么暗 也多么长 雨中我冷 心多么寒 总是海空时蓝 总是天牢的我 不去的透露 不去的透露 以旧守着天 尽管怎么办 尽管 尽管 我